所以一样的 其实修行或者讲出家在家 出家当然不 这个也算出家 穿这件衣服就算出家 但这个出家是形象的出家 真正的出家是心里面无我 没有家所的 没有财产 什么都没有 没有家可依托的 也就是说心没有可以依托的 地方 那意思也就是 当你一法不利一法不着的时候 你是真出家 不管你是在家出家 这时候你是真出家 反过来讲 你如果这个也要那个也要 然后这个也在乎那个也在乎 这个也执着那个也执着 即使你现这一份生 你没有真出家 因为我完全都在 我所也完全都在 那出家就是要出我跟我所 结果你弄半天 我跟我所越来越坚固 你出什么家 出哪一个家 所以不是出凡夫的家 是要出这个我跟我所的家 是我跟我所让我们轮回 我跟我所让我们烦恼起痛苦 我跟我所让我们不自在 所以出家是出这个家 所以你到底懂多少 修多少 其实这个就是实相 实相都会跟你说明 你如果常常跟人家对立 常常有烦恼 常常有情绪 那很明显的 我们根本就没有出家 说我们出家 那是很丢脸的事 因为真出家 人没烦恼 真出家自然没烦恼 那个家也可以 那个家也可以 把它翻成家所 那个家 我们还被什么控制 什么还控制着我们 一定要随时绝照 当你照见五印的时候 你就知道 是谁在控制你 是什么让你不自在 就是五印的执着 让你不自在 执着这个色身 让你不自在 执着我们的感受 让你不自在 执着我们的想法 让你不自在 执着我们的动机 让你不自在 执着你的意识分别 让你不自在 对不对 所以要怎么修 不在这个地方修 要去哪里修 所以真正的懂佛法 当下当下 你当下真懂 当下就来修 当下不懂 来世还是一样不懂 这个地方有烦恼 你去任何地方 都有烦恼 因为烦恼是 跟着你跑的 烦恼不是客观 外在的东西 它跟着你的业力跑 一样的 一个东西 天人 人 还有动物 畜生 恶鬼 同样一个东西 它们的报 看法 通通不一样 所以是那个东西 让它起烦恼吗 不是 是它的业力 它的习气 让它起烦恼 我们一定要懂 这些道理 所以当我们 起烦恼的时候 没有第二个答案 那个答案是什么 我们的业力又现前 我们业力又现前 我们无名又现前 我们习气又现前 所以这时候 有起烦恼 一定要懂这个 我业力又现前 习气又现前 无名又现前 这时候你还要坚持吗 根本就莫名其妙 所以没有道理 一个修行没有道理 有情绪 有烦恼 没有道理 那要怎么样 知道没有道理 你才晓得 又我又错了 不是你错 我又错了 这时候你才会 去真正地面对它 去真正地超越 处理它 如果一直都是认为 别人不对 自己永远是对的 那么修不了行 因为你如果永远对 根本就不用修了 你就认为自己不用修 所以你再怎么修 都不会进步 这个道理就这么简单 一个常常在照见无印的 连这么小问题 我都有问题 比如说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当然是问题 吃这个东西 也起烦恼 这问题就大 吃什么 然后我喜欢吃什么 我不喜欢吃什么 如果连这个 你都不晓得自己 业障很重 那怎么修呢 我喜欢吃 我不喜欢吃 你都不把它当成是业障 你怎么修 这是最根本的东西 我喜欢这个 我不喜欢这个 我喜欢这个人 我不喜欢那个人 如果你都不晓得 这个是很大的业障 你怎么修 这个人做了什么都好 这个人做了什么都不好 如果你还不晓得 自己问题很严重 怎么修 所以 修行就是照见自己 照见自己的什么 照见自己的业力 改变你的业力 你才能修 你不改变你的行为的惯性 修不了的 怎么修 修多少时间 那个习气 业力都在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改变 你的习气业力 所以 那个烦恼 错误会不断地 不断地 一而再 再而三地复制 因为你没有决心 也没有看到 自己的不对 所以 改变不了 嗯 嗯